今集《和理找盤》有少少特別 因為業主主動聯絡我們 說他的盤是想放手 看看我們能否幫他手 他形容他的盤價價大概四百多萬左右 兩房單位位處市區和看到少少煙花景 聽起來好像很吸引 我們都決定上去看看 如果大家想參加《和理找盤》 又或者想我們幫你們試試放下你們的放盤 上來我們的平台也可以留言給我們聽 資料越詳細我們會越優先處理 還有想重申一點 《和理找盤》這個環節我們沒有廣告成份 因為如果有廣告的話 我們都會列明出來或是第二天分享 讓胡遂的谷友自己可以決定是看還是不看 究竟是否真的那麼吸引 我們立刻上樓去看看 來我們參觀的樓盤叫副匯居 由港鐵深水埗站走出來 經過前面招航晚策的商販 走大約三四分鐘便會來到 他坐落在深水埗北河街 扭寧十二年 物業位於高層B室 實用面積271呎 業主叫價490萬 尺價18000多元 可能你會問 271呎能隔兩房 有沒有搞錯 真是沒錯 真的隔兩房 是不是很神奇呢 所以客房就不要太過闊落 廚房都改了開放式 不過雖然開放式廚房 可以擴大客飯廳的空間 但我始終覺得客飯廳會因為這樣 少了一幅牆身 所以你想放沙發會有點局限 經過小走廊 洗手間面積不算很大 不過都算做到乾室分離 兩房大一對角擺 細房放了睡床 所以只剩下空間可以走動 大房沒有太多傢俬 所以感覺會比較寬敞 房間數目、位置都如業主所說 至於景觀又如何呢 副匯居一層兩個單位 清一色都望向西南 每戶都有露台 可能樓盤基座比較高 所以你會看到九龍站 去到奧運站的景色 還可以看到少少煙花景 正望南昌站附近的匯曬 外面就是昂船洲 站在露台 不知你覺不覺得露台很大 因為它和工作平台是二合一 這類都是舊式設計 這類二合一的設計 被市場批評後都消失了 現在反而成為賣點 露台也預留了喉管 接駁位放置洗衣機 上方安裝浪三架 講到副匯居 有一點我都想講一下 就是發展商背景 雖然說它紐寧只有12年 但不知為何我對它印象不深 翻查資料 才知道它是由小型發展商 由於裕泰兄所發展 對於裕泰兄 大家可能未必太熟悉 但如果你有留意 娛樂圈的花邊新聞 就可能有少少印象 這間公司 曾經和歌手中鎮圖 和前妻張小偉 扯上關係 他們曾經把五個物業 抵押給裕泰兄 導致債台高速 最終要對補公堂 講回正題 是的 越泰兄以前多數都做舊樓併舊 但起樓的開織不太好用 所以都頗縮水 副匯居是舊製產物 當時標示的建築面積是488呎 如果以實用面積271呎去計 實用率只有五成半 當然今天建築面積沒有意思 留意實測就可以了 但樓盤管理費相對高 每個月要1200元 這一點就是業主叫我們提醒下手買家 其實深水埗也有很多便宜價單位 可以給大家貨比三家 我們也沒理由帶大家只是一個單位 今天我們決定帶大家多看兩個單位 一個便宜價一個貴價 第二個會參觀的單位 樓價會比副匯居便宜少少 如果你本身資金有少少緊缺的話 我覺得以下這個盤你可以留意一下 準確一些描述它的位置 應該就是石結尾先真 在深水埗站落一個站 由石結尾站施出口走五分鐘 一條大直路便可以走到你 我一直都覺得石結尾很多公屋 沒想到來到這個位置里的地方 都有不少舊式住宅 我們參觀的單位位於金玉大廈 一個低層單位 面積224呎 業主叫價368萬 面積224呎大 但因為屋主比較多雜物 所以入屋會覺得有少少迫劫 正如客飯廳 因為單位只有一間房 但住多於一個人 所以其中一個人便要睡在客飯廳床上高 客飯廳有一排大窗 低層反而可以看到公園景 有少少樹蔭感 只是拍攝當日是星期六 所以有少少外傭聚集到公園 但我覺得也不算太吵 經過走廊 廚房洗手間分佈在左右兩邊 洗手間也挺迷你 不過相對廚房我覺得空間也算適中 起碼都做到乾濕分離 不用擔心洗澡時會整濕地板 雖然是耿廚設計 但裏面真的不太闊落 比起我寧願把牆身拆走開開放式 可能這點也是舊樓的最大好處 沒有太多主力場 要改動間隔會相對靈活 睡房我覺得是全屋最合比例的地方 又到頂大衣櫃 儲物量都充足 近窗邊設置睡床 其實金玉大廈令我印象最深刻 不是內隆 亦不是配套 它的配套算完善 因為樓下有超市、洗衣店、餐廳等 亦鄰近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比起深水埗多了一分寧靜 但最特別莫過於 它有一層二十個單位設計 一出電梯分開前後兩排 高密度設計 就像舊式公屋一樣 其實位置周邊都有幾座私樓 好像福田大廈、白玉樓等 平均尺價都只是計乎13500元 去到14000元尺左右 大概三百多萬都有選擇 當然你買到這個銀碼 樓齡就不要越新 大部份都去到40年以上 所以你都要看看它究竟做大維修未 以及它究竟翻新程度是怎樣 有些人會關注樓齡40年 究竟做不做到按揭呢 但銀行其實是會用75年 去扣減樓齡做計算 基準的 所以以放盤40年樓齡去計 應該都可以批足30年期 如果你真的很關注樓齡這個問題 我覺得你都可以看看以下這個盤 今天我們會參觀最後一個單位 就位於西洋塞北街的景宜峰 樓齡只有9年 樓家固然比第一和第二個單位為貴 單位面積是270呎 業主叫價630萬 可能你會問深水埗 怎會值630萬 你說它是深水埗 不過論環境 我又覺得它有點不像深水埗 由大埔道轉到西洋塞北街 你會覺得這裡是特別靜的 真的有些正宗大王的感覺 你問我我覺得有少少像 土瓜環高山劇場一帶 雖然樓下是車房 但晚上車房關了之後 其實都會很靜的 進入單位 我們參觀的單位位於高層 可能因為樓底高 所以感覺都有點氣勢 以及護主都可以善用高樓底優勢 進入旁邊的凹位 放置了大型雪櫃 對面是開放式廚房 護主還專門做了一個廚櫃 去分隔客飯廳 直入客飯廳做了地台 不過我覺得地台沒有太大作用 反而因為這個地台的關係 我走到露台的時候 真的有點害怕 要走到一級才能走到露台 不過露台的感覺真的很通透 景觀都算很無敵 因為前面看到山景 側面看到石結尾村之外 軟條也可以看到獅子山 單位一房開職 但用玻璃門去間房 房間跟客飯廳是同向的 不過最奇怪 就是連旁邊的洗手間都用玻璃間隔 如果一個人住也可以 但如果有朋友來到 你要用洗手間就很麻煩 你要拉低卷簾才可以 而且這個卷簾是由洗手間門外拉下來 就不是在裡面拉下來 走到洗手間 你要外邊的人幫忙才可以 總之很不方便 如果真的買這個單位 應該要重新把間隔推到重來才行 三個放盤其實三個都想不到 問題是誰偏差的幅度是最少的意思 第一個單位副匯居 業主叫價是490萬 其實比去歷18年買入價 只是輕輕高出了11% 其實可以說嚴重是跑輸了大市 今天銀行股價485萬 其實股價不足的幅度不算很多 加上近期副匯居是類近層數的單位 都差不多成到490萬這個價位 我覺得就算業主不減價的話 都大致可以用這個價位去買得出 反觀第二和第三個單位 股價不足的幅度就比較大 第二個單位金玉大廈 業主叫價是368萬 但銀行只是估到325萬 你看它的樓價好像很小 其實它的偏差幅度是最大 達到1成1那麼多 至於第三個單位是景儀豐 業主叫價是630萬 但銀行只是估到583萬 偏差幅度是7% 所以計算這個因素在內 其實我首選會是負匯居 次選是景儀豐 未選是金玉大廈 三個單位的實際供款又會是怎樣呢 我們一直用銀行股價作為基準去計算 三個單位之中 其實只有金玉大廈 可以借到舊安保上車 正如之前所說 金玉大廈本身的樓齡40年 但其實它最長仍然可以做到30年的按揭連期 如果它真的做九成按揭的話 它要自己先給一成首期 即是325,000元 剩下的九成餘額 連同岸部一起上匯 月供是12,000元 如果你有28,000元的月入 就可以過到壓力測試 如果你在首期和集費支出上高 你大概存到44萬 你就已經足夠上車 至於賣半身盤 包括第一個單位付回居 比金玉大廈的預算會多些 雖然我相信兩口子一起供樓 應該不會太過客力 而且付回居的重點是 內籠不用大撿 我覺得可以省到一筆翻身費用 至於第三個單位景宜峰 我覺得相應的銀碼會調補大捷 起碼要儲到83萬現金才可以上車 要留意三個單位的叫價都是估不足價 如果業主最終不肯減價的話 准賣家都要有台錢上門的心理準備 一口是和大家有三個盤 有三百多萬 四百多萬 和六百多萬的市區盤 不知道大家又會怎樣選擇 不如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聽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影片有用的話 都記住 comment 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順手訂閱我們 胡雪樓市在YouTube的頻道 按旁邊的鐘仔 下星期出片你就會知道 今天先和大家聊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